7月18日晚,一颗周期为6800年的彗星出现在北半球的夜空,这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正事。 纽约33岁天文爱好者John Nicole Carrer不想错过这珍贵的时刻,他约女友一起到山上观星,并趁机下跪求婚,请摄影师朋友帮忙记录下这极致浪漫的时刻。 John和26岁的女友Erika Pendrick相恋两年。两人都是教师,也喜欢一起经历历史大事件。除此之外,John还是一位天文迷。Erika知道男友的爱好,也很支持他。 John知道,这颗名为Neowise的彗星每隔6800年才会在地球上空出现一次。 而且这次肉眼就能清晰看见,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,让女友知道自己的爱。 7月18日晚,John和Erika驱车来到山上的露营地。Neowise彗星跨过天空时,John担心跪地,让彗星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。 他说,所有的星星都出来了。 那一刻太特别,机不可失,我至今都记得那种全身洋溢着幸福的快乐。 我头脑一片空白,只知道我多爱眼前的这个女孩。 我准备好了。 面对男友的求婚,Erika说,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 眼泪不受控制流下来。 摄影师Tim Leach为这对恋人拍下了珍贵的求婚照。 这对恋人在璀探星空下互定终身。 画面非常浪漫。 这歌680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彗星见证了这对情侣的爱情。 这组唯美的求婚照也在网络上疯传。 大家都觉得超浪漫。 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幸福吧。 延伸阅读。 来源,Daily Mail。